小彤 小彤 我去打个电话 小彤 树菲 我 我是树菲她妈 姓蓝的我警告你 这个电话现在是我在用 你要是再打来骚扰我的女儿 我马上就把她嫁出去 喂 你等一下 淑菲 我们这儿呢 有一个客户 他说找你有点事 你接一下 客户怎么不直接答给我 喂 你好 我是淑菲 淑菲 你还好吗 我好不好都跟你没什么关系吧 淑菲 你生我气 不接我电话 我 淑菲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你知道我多想 回到你身边吗 方总监 你也太过分了吧 淑菲 我觉得你发皮也发够了 你说这蓝天 他也是不得已吗 你是男人你才会这么说的 可是我看你明明爱他爱得快发疯了 我根本就不爱他 一点都不爱 那张忠宝特别嫩 咋叭脆啊 我们去吃吧 必须的 我说三妹怎么了 你不是要生官发财了吗 怎么还不好兴啊 对啊 还不是被方唐给气的 我昨天在朋友圈看了一则非常好笑的笑话 我转发给你啊 要是不好笑就别发给我啊 肯定好笑 转给我看看 发给你了 你看一下 发给我看看 有一天 男朋友的前女友回来找他 说自己罹患重病 将不久于人世 前女友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亲人 唯一的亲人就是他 他无法撒手不管 但却因此失去了 他最爱的女朋友 虽然他们现在分隔两地 女朋友又拒绝接他电话 但他还是想对他说一声 他一直都爱他 爱他 爱他 什么鬼笑话 一点都不好笑 不好笑吗 书芬 你就承认吧 你还是爱着蓝道的对不对 我那天在道具间都听到了 你给顾兰豪的 喊着蓝道的名字 我没有 别 其实我们蓝天啊 还是挺爱你的 要不是因为小彤 病得那么严重 你们也不会变成这样 三妹啊 我觉得呢 反正你也找不到男朋友了 要不 你就原谅蓝道吧 我找不着男朋友 你说我找不着男朋友 你又是不是 不是 不是 这 我就实话实说 你去说什么呀 不是 他这是干吗这是 小康 淑妃姐 你觉得姐怎么样 这是人家把妹他把弟呀 赶紧给蓝道报备一下 淑妃姐人很好啊 平常在公司对我也很照顾 那姐今天请你吃顿饭 如果我们俩感觉好的话 就在一起 在 在 在一起 在一起 小康是吧 那前辈要警告你一下 不管他怎么约你 怎么威胁利用你 你都不准去 对 因为我们的三妹已经名花有主了 对 我警告你 不许可恕威省上关系 小心我让你在家有购物待不下去 小伙子 千万别动我三妹 一会儿下班头也不回 立马走人 听懂没有 听懂了 我 我还有工作没有忙完 我 我先走了 去吧 抓紧 抓紧 跑起来 跑起来 再快点 再快点 非常棒 行 快点 快点